才能接住我刚刚那一刀 比起统领来还差得远 这一封是家父给您的书信 统领 我今日去何处 不忙 走 先带你去侍卫所看看 统领统梦川来到侍卫所 没想到旁边就是太医 死完 你在太医院 一直没告诉你 统领 哦 我说最近在徐医的医馆 没有见到 好了 回头再寒暄 多谢继统领 咦 死完呢 刚刚皇后娘娘的侍女 急匆匆地来找她 她已经先过去了 你也过去看看吧 姐姐 路过御花园 浮香袭来 原来早秋的 主子 昨夜大雨 这丹柜被风云 给贤妃娘娘请安 这是 傅大人 正是在下 贤妃娘娘还记得在下 一直传言 之前在前邸 经常听皇后娘娘念叨你吗 嗯 是 快去吧 娘娘这 贤妃离去后 你听见角落里 传来一 哎 雍城应该很喜欢吧 你来了 在宫中 给皇后娘娘请安 娘娘可是身体又不 大人快劝劝娘娘吧 娘娘身体本就不好 怎能还不好好吃药 水月 我这身体 皇后娘娘 请吩咐 昆宁宫的一个下等太监 昨夜死在房中 送 臣也正式 为此事 你来到昆宁宫后店 好友太医送 思华 怎么样 这个小太监 纯色纸 加阶层青紫 口吐血沫 血色 你环顾四周 在桌上 发现简单吃食 是这吃食中 被 正式 这盘菜 那这饭食应该有问题 那若是饭食有问题 那昨晚吃饭的下人 说完 再次仔细 抬头看房顶时 突然发现一条精亮的线 竟然 奇怪 只有此处有这样的死线 这好像是马面猪 还在吐毒液 的确是马面猪 有剧毒 沾之即死 所以正好是这只蜘蛛 在房梁上吐丝 有毒液顺着猪 但是此种蜘蛛 多在野外 怎么会在这里结 昨晚下了一场大雨 可能它的网被冲掉了 才爬进干爽的房中 重新接网 那这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也是这个 好 你先去吧 这个好像是白糖 有点湿 屋顶漏水吗 你再次跳上房梁 在刚刚发现蜘蛛的地方 白糖掉在地上 也不会掉到房顶上吧 这就说明 这个蜘蛛 是顺着这白糖 被引来的 而且昨夜的大雨正好 应是将之前的痕迹 冲掉了 皇后傅茗玉 听了你调查的结论 脸色一变 猛地站起 刚要开口吩咐 却又停住 不行 最近先帝病逝 皇帝登基 嫔妃入宫 出入皇宫之 姐姐 有人如此歹毒 用这种方式 在昆宁宫下夺 皇后傅茗玉和你 均陷入沉思之中 皇后刚刚开始主持 后宫之时 这后宫中 微臣 愿协助皇后娘娘 暗中调查 不 你只是个四等侍卫 在宫中毫无根基 调查此事 放 哼 是啊 有几分失落地 走回侍卫所 宋子华竟然 看你一直没有回来 四华 我果然还是太自由 你竟然能有这个觉悟 真不容易 四华 我是真的想 帮上姐姐的忙 你如今 未低言轻 皇后娘娘 是为了保护你 才不想你插手 所以 你就 嗯 此话你说的 店中 气氛有些紧张 纯平听 你去传信给主人吧 叛徒已经解决了 没有人怀疑 主子 那皇后娘娘 真的不会追究吗 她若查 牵扯的人可是很多 现在早就有动静了 温宁宫现在 还是主子厉害 怕什么 让休戚宫殿的宫人 布下了糖粉 而且那个叛徒该死 竟然想着心 主子英明 深夜 养心殿前 月光给整个紫禁城 拢了一 哎 今夜月色如此动人 我却只能 参见皇上 不是说过吗 你我君臣二人 无须多礼 是 微臣 皇上笑着点点头 拍拍你的肩 走进养心殿 你 这应该算是好的开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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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